一滴的培训 结果我在长沙的演讲 不晓得谁传给大陆美德加大学的院长 叫好院长 我那个讲演 结果还听我那个讲演 就变成他们培训的一个教材 他们说这个很棒 其实我讲美德加20年 20年我期许自己每一次讲都要能够进步 能够进步 所以一直体悟美德加 因为美德加很难 很深入很完整的去看懂它 我觉得这个版本是我非常满意的 20年的精华 今天要献给大家 我们掌声开始 美德加不是一家直销公司 对吗 对 那你会跟你的朋友说 这不是一家直销公司 所以我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去表达 那请问跟直销哪里不一样 这个就是一个难题 因为美德加很难去 叙述的那么一样的精准 所以到底美德加哪里不一样 我今天把它规划出五个重点 再去看看它到底跟美德加哪里不一样 或者有一天我必须跟我的朋友说明 美德加跟直销不一样 到底哪里不一样 从这个不一样的过程里面 你会看出美德加的优秀 美德加的一个趋势 美德加的一个价值 那直销呢 简单讲包括所有的销售呢 他们直销叫AML 人家叫CDM 这样的两个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直销不外乎了 直销不外乎就是卖东西 所以他们就是销售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就是搞卖这件事情 所以各位跟我一起来念一下 直销就是卖卖卖 找人来一起卖来念一下 找人来一起卖 美德加没有卖这件事情 美德加的这些用产品这件事情 所以美德加呢 跟直销不一样 就是用用用 找人来一起用 弄一下 是不是很清晰 很不一样 这个会不会讲 这个过程没有人在卖 所以我们叫消费支付 他们叫销售支付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一个是卖卖卖 找人一起来卖 一个是用用用 找人一起来用 好 第二个不一样是 他们销售呢 销售呢 他们在经营什么 他们叫经营商品 四个字 各位念一下 经营商品 所以卖东西嘛 他们经营 经营商品 经营面膜啊 经营保健食品啊 经营保单啊 所以销售这件事情来讲呢 他们叫经营商品 那这样的年代呢 已经慢慢要过去了 他们慢慢过去 现在像计车 如果有一天被淹没 他都不知道他的敌人在哪里 所以现在的年代是什么 现在的年代如果你的生意失败了 不是你的敌人很强大 而是根本你不知道敌人是谁 他在哪里 根本不知道 所以如果弟弟的车 经过进车 他不知道以前他的客人 就坐在对方那一台车 可是对方那一台车 看不出它是营业的车 他们看不出来 所以不是他很强大 而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这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他们在经营什么呢 马云在经营什么呢 他们在经营用户 四个字念一下 经营用户 经营用户 所以是不是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卖东西的人 他们不断要很专业 去讲解这个东西 有多好 好在哪里 然后跟别人的 同样的款式的商品 不一样在哪里 这个叫做经营商品 就是销售人在做的事情 可是现在的年代呢 马云没有做买卖这件事情 可是为什么可以成为 亚洲的守护 是不是他的经营用户 经营用户 这件事情 所以每个家 就是所有跟职销 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不是在卖什么产品 不是 我们在经营用户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制度 跟奖金的花放 都是以用户的数量 去计算出来的 你有八个用户 都称为你这总监 你有五百个用户 这是资深总监 东方不败 以备什么缺钱 所以经营了多少用户 我们收水费 收电费 就是多少用户在使用 这样的一个产品 用户去计算 所以很大的不同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不同 第三个不同 销售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形容 形容 都像一下一个砍树 砍树归零的一个模式 销售瞬间 它是生跟妹是同时出现 同时灭亡 所以一棵树 如果你把它砍成功了 如果你目标是砍一棵树 把它缔结成功了 砍成功了 这棵树被你得了 也生了 可是同时间也灭了 所以它生跟妹是同一时间产生 没有时间差的 销售这件事情是瞬间归零 瞬间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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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做了几十年 它还是零 那美人家呢 它是在 种树 种树 累积 这两个很大不一样 所以美人家的可贵是在 这个树被你种活了 会一棵一棵一棵的累积 两棵三棵四棵 越来越多 通过时间的累积之后呢 它你所经营的树呢 会存活在那里 所以美人家的可贵在哪里呢 就是你把它进行成功的时候呢 它的成功的寿命会比我们个人的寿命还长 记住这句话 美人家成功的寿命呢 它会比你的寿命还长 有一天你死了 可是一棵的美人家 它还活在人间 就是 我算我们今年的表演大会里面 去年的表演大会里面 我们有一个赖文斌的哥哥赖文尹出来表扬这场总监事 结果那是赖文斌经营二十年 死了二十年 赖文斌已经死了二十年 结果他的成功还活在人间 二十年后由他哥哥接掌 他的经营权 开始经营美人家这一份死 可贵 那如果我们去卖东西 卖了二十年很成功 我卖了 其实你的成功就因为你的死亡 消失也结束了一切 就是消失了 就是它两份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 销售这件事情呢 其实它已经是过时了 过时的 现在消费的模式 透过年轻人 他们都是上网路买 没有直接去 透过一个销售员 或是透过一个中间商 这个模式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所以如果你透过卖东西的这种行为模式 它慢慢会没落 然后会消失在人间 这件事情 过时 那美人家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主向 就是经营像美人家这样 经营用户的 网购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所以不是你很厉害 而是你被趋势推得走 趋势推得走 那别人不是被你击倒 而是他被整个趋势所淘汰掉 就是一个很很大的一个不同 那第五呢 它是一个体统的工作 体统 就是有做有没有没有做就没有 然后呢 美人家呢 就会像自来水一样 自来连结 这很大的不同 所以光光这个今天讲的第一堂课的一呢 它就可以做一个很完整讲美人家这个版本 这很稀稀的 所以我们过去呢 透过很多的模式去讲解美人家不是指教 也做了很多的比喻 我们朋友呢 其实听了菩萨萨 对吧 我最害怕讲美人家的时候讲一个小时 对方问了我一句话 他说那这跟安利哪里不一样 那等于刚刚一个小时我是白讲的 对不对 我还要从头讲起啦 我就是刚刚就讲的内容都是要讲跟安利哪里不一样 结果我讲一个小时 你竟然问我说那这跟安利哪里不一样 那我刚刚跟一个白痴在讲 那也会怪对方啦 可能我们表达的内容 他真的听不懂 但如果我这样讲 他会马上很清楚的 那也不一样 而且不但是看出他的不一样 看出他的价值 看出他的趋势 所以呢 光讲了这也就会驱动他 我对这个声音有兴趣 我会感到一个好奇的兴趣 好 每一家呢 第二个呢 他采用的叫做 试用 体验行销 试用 试用60天 各位不要小看 小看这个包包 试用60天 那他试用那什么东西呢 他试用了两个很大的重点 第一个在试用他的一个品质 第二个在试用他的价格 所以总裁对试用呢 他下一个很精确的基准 什么基准呢 他说如果我们美乐家的产品 跟我们的对手是同品质 我们愿意保证 我们价格一定比较低 那如果我们的品质 跟我们的竞争对手 品质跟他价格一样 我们愿意保证 我们的品质一定比较高 离开这个基准 你可推可换 你可以不用护钱 所以美乐家要试用60天 中间要得到一个叫做满意保证 满意保证 那试用对一个消费者来讲 他可以站在完全受保护的一个立场 所以你可以免任何恐惧的 跟任何人 包括你不认识的人讲美乐家 为什么 因为他是完全不可能受伤 所以我在 我说你分享美乐家的时候 你必须要三种心法 三种底气 你就会毫无畏惧 然后强大无比 三个心法 三个底气 第一个心法是 对方只是换个品牌而已 并没有多花钱 这是第一个底气 这是第一个心法 对方只是换个品牌而已 没有多花钱 如果你介绍美乐家 你会觉得说 因为你跟他介绍这个 然后开始因为你跟他介绍 所以有没有开始增加开销 你就会畏畏的 没有那么的足气 第一个他并没有多花钱 放个品牌 第二个呢 他是可以试用60天 他一定不会受伤 这是第二个心法 第二个底气 他一定不会受伤了 他一定站在影的那一方 用了60天 最惨的结果是什么 他什么都不喜欢 结果是什么 你也用了很多了 你没有赚到吗 那每一品都是最优质的产品 然后都是有成本的 你还是赚 所以消费者一定站在影的那一方 第三个底气是 因为我们没有卖他 我们只是请他来美乐家办一张卡 所以你没有赚他一毛钱 这是三个底气 三个心法 如果我们今天想跟你当一个美乐家的传教师 你必须有很强的这样的底气 第一个他没有多花钱 第二个他一定是安全的 第三个我没有赚一毛钱 我们跟顾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就很单纯的介绍你一个好康人 我跟你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而已 没有其他关系了没有利益关系 我跟你的关系就是我给你介绍一件 我完全无赌的美乐家超市让你去试用 我跟你的关系这样的 我得到的利润不是你给我的 从哪里可以看得到我跟你之间没有参加 你买多少我也买多少不需要我花票给你看一下 这完全没有参加我们之间没有买卖的行为 那试用对一个消费者这么好 那对一个精英子来讲有什么好处 对一个精英子来讲呢 他完全不需要专业也不需要口才 因为1960天等于是挂保证啦 挂不减啦 挂保证你还是担忧什么 所以呢 中国呢有一对夫妻都是咬巴 两个都不会讲话 那他们可以进到执行总监山 所以他们成功分享的时候呢 是透过索尼老师来分享他们的西地路程 你那一课会很感动 所以很多人说我口才不好 我不太会讲话 起码不太会讲话 还是会讲话 不会讲话都这样子醒了 你还会讲话那还得了吗 剩下的就是你的底气而已 对吗 所以你不能惨了 是你那一份底气跟他那个哑巴不一样而已 我相信能力上一定比他好 所以呢 试用六十天 那试用的关键 各位 这叫满意保证 所以他试用 公司希望你从过试用过程里面得到一个结果 得到一个结果 各位注意 他让你试用他要得到一个结果 得到你对公司的品质跟价格 得到一个叫做满意的结果 因为这个叫满意保证 各位 这个是每天叫很关键的地方 总裁说我不是要满意的顾客 那我给你试用 我要得到顾客对公司的品质跟价格得到一个满意 但总裁说我不是这样的顾客 这个是开水 所以为什么经营一个生意或是经营这样的店 如果有一天倒掉 就是这个经营者 他把那顾客对他公司的产品满意 当作他公司的最高经营指标 这样的时候 这个店就很容易倒掉 吉利说你很爱喝咖啡 你的梦想是开一家咖啡店 那你的咖啡真的非常好喝 价格也真的非常的好 结果经营半年就倒掉了 每个客人对他的咖啡的品质都非常的满意 这个就是很 你了解每个人在这个生意很棒的地方 我要忠诚的顾客 我要你是我的唯一而不是其一 所以很多的店 你在很多顾客在游走的过程里面 当你太少去的时候 它就倒掉了 虽然你其实很喜欢 这个餐厅很棒的 是一些时间没有过来就要收掉了 你会很惊讶说 这餐厅怎么会收掉呢 因为你开酒没来 那就是因为你的关系 你还说 还打个问号说为什么我关掉 对不对 那也是厉害的 还会让他说乡秀在哪里 对吧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各位 我要跟各位看看这位 从反应到忠诚 这是美奈家这个商机仲裁很厉害的地方 那如何走到忠诚 就仲裁用了一个叫做共享经纪 分享经纪的一个商业车的模式 什么叫共享经纪 就是他跟客户是一个合伙的关系 是一个股东的关系 他就创造了出这一个 第三个 按月定过商务 我们顾客是每个月每个月回来 他一定是没有更年期的 所以永远不需要吃艾维尔 对吧 他没有更年期 不会停止的那一天 所以生生不息 而且你是我的唯一 每个月35点 这是美奈家的商业模式 各位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它多么的难得 多难得 我画一个家 我画一个家 画一个家 那那个家呢 你们家固定每个月都要开销 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追杀者 你赚进来的钱 每个人有人追杀你 你必须要讲多少 你不用各位念一下 叫什么 水会 电会 电话 电话 画师 各位很棒 都一起念 真的很棒 不论什么 对 很棒 各位 我写这个 给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美奈家的经营模式 对你来讲 多么的难得 这两个字 什么的难得 我意见美奈家的时候 我脱口而出的说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个句话代表那一份难得 意见的难得 不意见的难得 你看哦 每个月你讲了几十年 每个月都在讲这些钱 水被騰飞 你都永远在一个方向 就是你永远站在这一方 叫做脚方 你都在挟一圈 有没有 你曾经有没有透过一天的笑声 笑声是台语的 笑声就是浪声 但是笑也不好 就叫笑声 这台湾很有意思 你看有一天的笑声 我变成收发 这个叫笑声 我小时候 我有个笑声 这个司法上一天 可不可以一天由我来收 应该来排 排收 谁哪一天由我去收 我们公司 国家要有一个抽奖 对不对 抽奖 都抽到 你就那一天讓你去搜 一天就不會指了 不會指 台語叫不停 不會指 這可怕死人 你看一天去上高速公路的車有多少台 太可怕了 對吧 不會指 有沒有一天由你來搜呢 不可能 一般孝順 就不會輪到你收的 那一天沒有那一天 我講別人叫做三某蘭德 蘭德在哪裡 這天出現嗎 搜方 這天出現了 我現在有每個月每個月回購的用戶 我每個月就是一萬個用戶 他們好像用水用電一樣 我就是在搜方 所以總裁說每人家不是一個賺錢的模式 我那時候聽他講這句話說我遇會不過來 每人家不是一個賺錢的模式 當然我們知道他不是一個慈善機構 總裁要表達的 所以每人家不是一個賺錢的模式 賺錢就是你必須你的錢像提筒 提筒 你有做才能夠獲得的錢 那叫賺錢 用你透過你的身體去工作 那叫賺錢 每人家是一個收錢的模式 就是他表達的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正氣的解讀給人家 看多美人家就在這裡 所以難得 所以既然難得 你能不能緊緊的握住他 就是永不放棄 不可以放手 咬住不放 你一定能夠咬住不放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知乎 什麼咬住不放呢 有一隻烏龜 看到老鱼在喺 看到很感嘆 哎呀 在羨慕啊 你是老鱼也是烏龜 我永不可以整在地上爬 不能像你這樣 天空的翱翔 結果這個聲音呢 讓那個 老鱼聽到了 老鱼說可以了 可以了 你可以跟我一樣可以了 烏龜說真的嗎 我跟他笑笑啊 真的才會可以 像你這樣天空飛起來嗎 如何辦到呢 老鱼說來來來來 你咬住我的腳 嘴巴咬住我的腳 我飛 帶著你飛 我們兩個一起飛翔 這樣你就可以飛 老鱼太開心了 夢想成真了 一隻人不小心會飛 現在可以成真了 老鱼就交代他一句說 你要記住四個字 咬住不放 放掉 就是你失望的開啥 了解嗎 咬住不放 不管多麼的口啊 酸 辛苦就是不要放 好 就飛起來 真的是非常開心 沒有想到 飛起來的時候呢 下面的有一堆烏龜啊 就問了上面飛起來的烏龜說 你如何放到的 太開心的開口講話 就消失了 所以各位安民館 記住一定要咬住不放好不好 沒有意見就沒有意見 沒有看懂就沒有看懂 看懂就一定要咬住不放 所以其實不要告訴我 有人經營美人家失敗 全世界沒有一個人經營美人家失敗 什麼叫失敗 我拿一千萬投出一個生意 後來一千萬就不見了 那個叫失敗 對嗎 美人家只有放棄 沒有一個人失敗 對嗎 所以這是一個很正確的認知喔 好 所以我要表達的 美人家這樣的商量模式 你怎麼去看待它這份難得 難得 因為美加加戶都是我們的對象 好 那更厲害的是 你怎麼心態去經營它 各位去看喔 這個 這個美 我們 它是透過一個換品牌而來 所以我講給美人家20年 講到這三個字 到現在都非常的 非常的興奮 為什麼 因為 它通過換品牌 如果換成功 它就變成一份資產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打造資產的收入 好 那什麼叫資產 在座有任何人都會告訴我 什麼是資產 房子 房子 房子是資產嗎 這個定義不是很完整 對不對 因為房子 你每個都要付出 要貸款 要貸款 它不是貸資產 資產呢 經濟學家很清楚這個定義 如果這個東西每隔夜會為你帶來錢 每隔夜會為你帶來錢 它就會成為資產 車子也是 車子如果你要當Uber 當滴滴打車 它就是資產 它每隔夜會為你帶來財喔 負債相反 這個東西 這個房子 這個車子 每隔夜會要掉你一些錢 它就是你的負債 所以負債跟資產各位認知很清楚 所以美人家的可貴是 它是要打造資產 而這個資產呢 每隔夜會為你帶來財 而美人家 這個資產就是透過 換品牌換過來而已 各位 我現在寫幾個字 非常的經典 那種經典 各位來注意看 所以換品牌這個人 就是我們要經營的用戶 經營用戶出現在這邊 整個趨勢就是未來會經營用戶 那何得何能 電話公司在經營用戶 水、電都在經營用戶 我們進入了經營用戶的 這個大大的企業裡面 的一個商業模式裡面 可是我們的這個資產 不是投資很多資金來的 我們只是去幫一個人換品牌而得軟 所以各位 我現在講一個重點就是 你經營這個用戶 一定要把它向經營一棟房子的心態去經營 我要講一遍 經營一個換品牌的一個用戶 要把它當作一個房子 就是一份資產的心態態度去經營它 所以很多人去經不好 去經不好 像我上個月的去經是97.6 算還不錯 因為客戶那麼多了 以前我對美人家說95%回後 我覺得說如果300、500個 1000個應該是還可以辦得到 如果5000、6000還可以辦得到 其實美人家這個是可以辦得到 它的厲害在這邊 所以各位 我現在是上邊白板寫的這幾個字 都是非常非常關鍵的字 它是從托換品牌變成資產 而這個資產是一戶人家用戶 所以這個用戶就是你在經營一棟房子 所以在今年續定的時候 你一定要怎麼樣去經營這個用戶 所以我們今年我們托恩尼副總 在我們社區裡面講了一段話 他說怎麼才是真正的美人家 讓你美人家在做什麼 用一句話去形容 我把它唸出來 他說我們要真正落實 落實在乎關心他人 他人及他家人的生活健康狀況 各位 好 落實在乎關心他人 他人就是你推薦進來的資V用戶 也就是說你推薦了一個A 你沒有關心到這個A的家人 所以美樂家 家這個家 家人 這個全家都一定要健康 所以美樂家 經營這個家 你要注意他這個家還有誰呢 還有他的另一半 也許他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然後兩個小孩 你必須這六個人都去完全了解 他們的健康狀態 生活狀況 這樣怎麼可能35點有問題呢 除非你沒有真正在乎關心 那為什麼我們要落實到這一點 因為他就是我的遺憾資產 因為他是我的一棟房子 我經營成功之後呢 我按月收租金 你跟用戶的關係 就是你是他的家庭醫生 你是照顧這一個人家 因為他每個月給你守得 你就是這一家的一個健康顧問 你是一個顧問 結果呢你不學習產品 你怎麼當他們的顧問呢 沒辦法吧 所以你要好好去研究產品 了解產品 你才有那個資格 資歷專業去當他們全家的健康顧問 是這樣來的 OK 好 所以這一段非常奧妙 所以換品牌變成一份資產 所以我沒有辦法把它形容得很貼切 所以我用三個字去形容 這種轉化的過程 用這三個字去形容 叫做妙訣了 各位念一下 妙訣了 妙訣了 就是 佛家有些話說無法言一道斷 我沒有辦法更好的文字去形容 它奧妙到的極處 所以佛家講不可思議 只要你動到腦 一定想不出什麼東西 因為你動了腦 動腦就是分別的意思 要辨別的意思 不可思議 只要你用意識就不能 你只有用你的心 用你的自信 才有辦法理解 這個太難解釋了 所以透過語言的 透過文字的 都沒有辦法形容 所以講了美 二加二十年 奧妙的地方就在這裡 他覺得 妙訣 竟然我追蹤房子的經驗 每個月收出去 是透過一個朋友換品牌而已 這麼奧妙 好 所以下一個議題很重要的是 我們一定要對 為何換品牌這個議題很徹底 所以剛剛在我前面的講演 我開始講 他要講為何換品牌 所以為何換品牌 就是整個美人家的精靈的核心 為何換品牌 所以講到這裡 我還是要為新朋友畫個青蛙 我講演美人家換品牌講青蛙 畫青蛙二十年 但是都沒有進步 畫出這隻青蛙 每個人都看不出它是一隻青蛙 就是透過我們的好朋友的支持 我們的粉絲 對對對 我剛進來 遇到春場七夜 他說 老師我是你的粉條 粉條 這是我們的粉絲 這麼多的支持 好 這一隻青蛙 下面一把火在燒 對不對 在燒 請問 林貴姓 郭 各位掌聲一下 突然間被點名 然後還記得自己姓郭 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有時候會去怕電 你知道嗎 我去經過時間才清醒過來 突然間點他 常常突然間被我點到 可是你會先突然忘記 姓郭 關於我們一個問題 下面這個青蛙你看得出 下面把火 那這個火一直燒青蛙 一直燒青蛙 一直燒青蛙 不間斷的 三個字不間斷的 以你判別 這個青蛙的命運 最後如何 命運如何 死了 死了 不管你用什麼形容 就代表死了 這意思 所以這個青蛙的命運 一定會走向四個字 必死無疑 絕對沒有第二條路 這一把火 就是有毒的這場問題 對 很毒 所以我們每日在偉大在哪裡 希望把這隻青蛙 可怕是他不自覺有一把火在燒他 這只用不自覺 但是他一天一天邁向死亡 所以美人家的經營 就是希望把他下面這把火移開 這是美人家非常重要的工作 很偉大的工作 所以你在講花品牌的時候 一定要四個字的概念 一定要有四個字的概念 一定要有四個字的概念 叫救人一命 你的阿姨住在中正路的 二段的某一棟大樓的二樓 結果你開車過去 知道這棟二樓住的火阿姨 結果你開車過去 一樓在回歇 你會不會打個電話 阿姨說 一樓在回歇 還是管他去死 管他去死的心態很衰 你做的就是阿姨 對嗎 叫阿姨也很衰 因為看他要死 但是你完全不想救他 這是多麼可怕的心態 所以換品牌就是概念 為何換品牌 所以如果你完整的了解 為何換品牌 我相信他一定要 一定會設定換品牌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重點 現在三個人得癌症 三個人一個得癌症 就是這些 日常用你叫環境後 我們造成的 這麼多人得癌症 三個一個得癌症 我們第一排 第一排就是很認真 我們主要講第一排 我們講第二排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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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二排就有六個候選 癌症候選 這是真的 沒有辦法避免 三個就一個 那三個是誰呢 你要看看跟左邊的比比 跟右邊比比 看你們氣色誰 最好最差 最差的那個你要喊小心 沒有辦法喊 將來的社會 會有兩個 兩個癌症 兩個是什麼概念呢 兩個是鋪與妻 好 鋪跟妻找一個人出來得癌症 那誰要得癌症呢 這個答案 將會給我們解答 將會有一首歌叫做 街頭 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天 當地的時間 我會留在身上 有什麼 你還說有什麼 因為我會 我會不敢 看你 我把 塞 所以 政府如果有通知 你們 阿嬤有一個派出來的聲音 他會 唱這首歌 讓你們去辦公室 就是你 那為什麼 因為我會不敢 看你 我把塞 他很感動 為你去試 這個歌 很偉大 很偉大 讓人去試又很感動 這個比較厲害 假的 你輸我 所以呢 換品牌這個概念呢 非常非常重要啊 這是我們的使命 所以 每人家有兩個很重要的使命 家家戶成為無毒之家 我上回去香港講演 結果一個太太呢 因為她 長的那個血管流 長得 阿嬤滾 跟她說有很多 那個蚯蚓 所以 喔喔喔喔 一條一條 數不清多少 她喝了 糯米果汁呢 好了 哇 她覺得 太神奇了 因為 對不對 她活在恐懼當中 也很醜 對不對 一個女人 就堅持要分享美的家 可是她的老公呢 就不以為是直銷 就預指她 就老公說 她就求求老公說 那今天有一個台灣老師來講美的家 你拜託來聽一下 她老公就來了 結果她老公是一個教會的牧師 那我就跟老公分享 說老公你的工作是什麼 他說 我每天都要搭船40分鐘 到香港附近的一個小島 去幫一些孩子 戒毒 戒毒 各位 這兩個重點 戒毒 改動 換一些 戒 戒毒 戒毒是兩門還是一門 兩門 兩門 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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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她的工作就是 幫孩子戒毒 吸毒那些孩子 所以工作分來的 我聽她講 突然有個靈感 我說 我的工作也是戒毒 一號品牌 對嗎 是不是 真的啊 我們保護這個家 不要讓賭進來 就是戒毒嘛 戒毒對不對 所以我跟她說 我的工作跟你一樣 她說 真的 她馬上禱告 這個呢 那一會兒 張力說 YES 這個很棒 張力跟她說 這個工作可以做 她馬上認同 所以在表達美熱家的時候 你怎麼去分享 她的真諦 我們真的在講 第一個重點 就是一定要戒毒 幾個例子 為什麼用美熱家洗垮精 我們有一條 叫正確使用產品 正確使用產品 在講什麼 在講你用產品的心態 它最主要不是在講方法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用美熱家洗髮精 它有什麼好處 跟你用其他品牌 兩個很大的重點 一個重點 我們十大致癌物 有一個成分叫三乳夾碗 各位知道三乳夾碗是怎麼變成的嗎 綠加熱 各位查一下 十大致癌因子 三乳夾碗是綠加熱 各位 你會洗頭髮用冷水的急在手 這種天氣用冷水會中風 要小心 血管縮縮太厲害 要保護自己 對 你一直明白聲音 很熱 縮縮太厲害很危險 你一定會用熱水洗頭 可是這個自來水裡面有熱 裡面有綠 一進去 你在洗頭那一剎那 三五腳碗就進入你的身體 就是你每天為自己做的事情 所以美國有一個醫學家 他寫了一本書 他說 現在你為什麼生活比較好 為什麼癌這麼多 就是每個人家庭都裝備一間毒氣室 命令全家四個人 每天睡覺以前 都要送進毒氣室 中毒以後 才能夠上床睡覺 那間毒氣室就是醫師 他講的很有道理 各位明白嗎 所以我們要把那一切意識 中毒 蓋成無毒 用了美樂加 因為美樂加的所有清潔地 裡面有茶素精油 你可以測試一下 一個自來水裡面有濾 我們第一茶素精油下去 車利機一側沒有濾 所以你很放心的 使用我們的洗髮精油 所以很多人在用我們的產品 為什麼用用不用 都停留在好用的階段 好不好用的階段 所以總的就是說 我們不是在做好不好用的公司 我們在做該不該用的公司 你不該用 因為你毒害你自己 你沒有抽菸沒有吸毒 可是你每天用這種洗髮方式 你早晚會得癌症的 這是什麼 不是恐嚇的 好這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明白 好所以講到這個 這個很重要 從滿意走到忠誠 那怎麼樣 怎麼樣 變成打造資產的一個高手 怎麼樣做到 裡面有四個重點 這四個輪子 一二三四 如果我們的一個顧客 具備這四個條件 他一定會忠誠美樂家一輩子 這四個條件 第一個 五個字 全面換品擺 各位那家 全面換品擺 全面換很重要 是美樂家在經營的 在全面換品擺 而不是說你的洗碗精好不好 洗碗精好不好 NO 我們不是在經營商品 NO 不是這個意思 整個用戶都要受戒毒 要戒毒 所以全面換品擺 你們全家所使用的 個人經營用品 家庭經營用品 全部都是無毒的 這才是真正的美樂家 第二個 正確使用商品 我剛剛也就分享了 正確使用商品 就在談 用美樂家的心態 我怎麼去用美樂家的心態 我們有一個總監 他推薦八個人 都跟他講 這個我們牙膏 是很棒的牙膏 不相信你可以拿回去去用 結果很不巧的 這八個人 在第二個月的時候 都把牙膏推掉 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點受不了 動不掉 很簡單動不掉 讓我可憐 發現這個事情 美樂家的牙膏那麼棒 那為什麼他們八個人都會推掉 因為跟他分享的這個總監 新總監就跟他說 我們美樂家的牙膏真的很棒 很棒 這件事情你可以用 還可以試用 你試用這樣 各位 那八個人在用我美的牙膏的那種心態 會去回到他自己心裡覺得 什麼叫棒的牙膏的心態的模式 去用 試用我們的牙膏 如果是這樣 完蛋了 開始用 沒有泡 沒有泡 還有一點點也沒有泡 那邊有比較慢調 都沒有泡 就開始罵了 你看 你說這個是很棒的 一人要高 就騙誰了 騙鬼了 對吧 他沒有正確使用 講到重點 如果你跟他說 你用棒 兩個禮拜 一個月之後 你看你的口腔 牙齒的健康度 三個字 健康度 你以後 以前會六學 這東西會酸冷 無力 或是什麼 做病 你是不是有改善 如果你用健康度的角度 我去使用美樂加產品 一個月之後 我跟各位說 他離不太這個牙膏了 他沒有看過 過去使用幾十年牙膏的品牌 哪一個比美樂加牙膏 查詢的牙膏 更能夠讓他 口腔健康的一個品牌 他愛上他了 所以這八個人 我就請他們吃飯再回來 重新跟他們講 美樂加牙膏 這個事情已經經過十幾年了 這八個人現在都一樣 沒有美樂加牙膏會死的那一種 真的 所以正確使用商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說 你們進的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的替代品太多 我說No 完全沒有替代品 是因為成功的關係 環保 外面很多環保 我說No 所有外面的環保 沒有一個品牌可以除綠的 各位 這個很重要 那個綠很毒 好 所以這個是正確使用商品 當你完全了解別人家的產品的時候 你一定會用的 打一個保證 你一定會用 所以你輕忽了他 你沒有過了解他 你讓自己 每天在中毒的狀態之下 非常非常可惜 第三個呢 就是愛上產品三十種 第四個呢 就是學會自己訂貨 當一個顧客 學費這四個條件 他就變成一個 自動化的運操機 他變成一棟房子 你開始按月收租金 所以我們常常會說 推薦一個顧客 到底價值多少錢 算不出來的 算不出來的 我們二十年來 我們看到美人家的那份價值 但我們很驚訝也感動 我提一個例子 我今天有一個經營者 總共經營你的家才一個月 總共才做一個月 七個字 總共才做一個月 就是十月份 一號做到三十一號 就是月底 這沒錯 推薦了十個 上總監 就離開台灣了 移民了 就移民了 因為五年前他就辦移民了 五年後第一次回台灣 那入會的時候 用郵局帳戶入會 五年後回台灣 他都自動運 五年都沒有做美人家 可是五年 這中間公司寄給他的錢 總共四十二萬六千 所以他開心得不得了 回到台灣收到四十二萬六千 他開心得不得了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難題 看東美人家最難在哪裡 看東美人家 你第一個月的收入 其實都一直在增加當中 我在講一個題目 你做美人家的第一個月的收入 一直在增加當中 我看不懂 聽不懂 老師你題目有沒有講錯 什麼我做第一個月的收入 一直在增加當中 第一個月公司就給我八千 他一直在增加 為什麼 因為客戶會從銷 你做一個月不做的 結果你推薦八個人 最後有六個人在訂貨 你是不是這六個 都是你第一個月做美人家的時間做的 所以你才第一個月的收入 就是你第一個月做的美人家的工 這個工 發了工在做美人家 這個六個人一直訂 這個訂了五年之後 你第一個月的收入從八千升到四十二萬 這都是你第一個月的收入 因為你沒有做過第二個月 你第二個月就沒做美人家 所以奧妙的地方在哪裡 你第一個月蓋了八棟房子 後來兩棟倒掉 有六棟沒有倒掉 這樣講就比較清楚了 你明白嗎 所以你第一個月做的收入都一直都會增加 好 所以從這裡就是 美人家男的判斷在哪裡 我們的報表 這個月公司寄來的錢 整個獎金 好 這裡寄來的八十萬 整個月收入八十萬 下面寫的四行字 一二三四 我常常用這個報表引發很多人 判斷人的這樣 一定所有我們朋友沒有一個人看過如此相似的一個報表 謝謝你來掌聲一下 謝謝你 我可以喝一下水嗎 可以 你們也許我就喝一口 我們老婆大人坐在這裡 林鄭老師 還有我的女兒 他就說你看 我看你一個多鐘頭都沒喝水 我趕快喝一口給他看一下 之後回去他不會 這個 因為他 除了注意我在聽什麼講什麼 以後他注意我沒有喝水 我會投入這個過程 因為我在場面在家就會想一部電影請大家聽 我很投入很享受這個過程 所以一部播歌 各位隨著我的投入情景慢慢欣賞這部電影 你其實很美的 你很陶醉很享受這個過程 如果你投入的話 然後到最後呢 你得到你一輩子不接近的機會 所以美人家有兩個很大的重點題目 很多人會問你 你怎麼去表達 第一個 美人家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你為什麼經營美人家 這兩個問題 光別人問你 光你正確回答 對方就想跟你做了 就這麼簡單而已 美人家是什麼 你講對了嗎 第二個 你為何經營美人家 你怎麼回答 你講對了嗎 光回答這個題目 他就沒有自己做 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 他就很簡單回答這個題目 你為什麼經營美人家 這個答案 我要來最後演講結束 做一個公開 轉回答這七個字 我們就是為這七個字經營美人家 好 接下來 當每個月35點沒有問題的時候 不得了了 這個資產又開始累積 開始累積 好 所以我們的新朋友 你跟我會同樣一個疑惑 真的嗎 這個生意 顧客每個都一直回來 沒有問題嗎 是真的嗎 我在20年前 意見給我這樣的時候 我跟你同樣一個問題 如果顧客他沒有辦法 每個都回來 如果只是經營者為了領錢 才來每個都回訂 未來領錢才回訂 純粹消費者 他沒有辦法純粹回訂 那這個生意一定是不能做 對嗎 好 答案揭曉 美人家很神奇的地方在哪裡 我意見美人家是在1999年9月 各位還記得這一個月份 台灣發生了一件事情嗎 有沒有記得 921大地震 很大條 很大條 那另外一條新聞更大 也是無錫勝意見美人家 我意見美人家的時候 美人家零有9億 我做了一年他達到20億 這個可以掌聲 我開始全省演講什麼是美人家 讓很多人真的看懂 看到他的價值 看到他的價值 好 所以我怎麼 我來分享我的故事 我怎麼意見美人家 在1999年9月 我意見我美人家的老師 吳豪東老師 企業總監 我們兩個認識二十幾年了 我們上個月 我們BIZ開會 豪哥還找一本 他三十年的筆記沒丟掉 還找出我二十五年 到他們青創會去演講的筆記 主講老師 就是寫了我的名字 幾年幾夜 他說我們二十年前 我們是這樣認識的 我被邀請他們的青創會 我為了一個社團去當 speaker 演講 我跟那個豪哥是剛好當理事長 我們這樣結言 那一刻也結言 上帝有一天 點選我 來分享美人家 就點選我 對吧 開始全世界分享美人家 好 1999年意見美人家 其實那時候很瘋狂 豪哥給我的美人家名片寫了一行字 這行字寫著 美人家95%的回國力 這樣 我沒有留意 那天我要睡覺的時候 看見豪哥的名片 背後寫95%回國力 我說失神了 不能睡了 其實我很好睡 我談下去 我老婆跟我講話 我說你要快一點 速度要快一點 不然我可以睡著 你要講話快一點 我等一下都來不及 睡著了 睡著了 這樣 結果 沒辦法 三天都沒有辦法合眼 就看了這張名片 不過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以前直銷做很多年 直銷的回國力 平均是5% 各位看看這兩個數據的對比 今天有一家 看起來也像直銷的東西 一個公司 他說他95%回國力 哇 這個不得了 這是天底下的大事 更神奇的是什麼 前世間有一家公司 竟然用回國力 當他公司的時候梗 各位 這才是很厲害的啦 95%代表什麼 什麼意涵 有沒有看得出 好 各位 為了表達這份結果 代表的意涵 我做了很多的形容 我說台灣有聯考 很多聯考 每年都有聯考 大學聯考 這個聯考裡面 最高分就是台大 如果有一個人 考完試的放榜的結果 他是得到哪一個結果呢 他是台大 哪一科呢 是醫科 然後呢 他是綁手 哇 就可以說 他經典所有考試裡面的 學生裡面第一名 這個結果 他已經宣告一個結果 那假設是說他考了五科 考了五科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那是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假設這五科 哇 這五科我相信他幾乎滿分的狀態 他會得到這個結果 每人家 九速發揮勾力 也在宣告 在公司產品制度培訓 營運 全部都達到一個電風 才會成這個結果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家餐廳的營運 一百個人來這個餐廳吃飯 吃用過餐 有九十五個還會回來 這一家餐廳 他的菜一定很棒 他的價格很合理 然後衛生是一流的 很好停車 服務人 兵之如歸 這五個題目 通通讓客戶非常的滿意 狀態 所以一百個用過 再有九十八回購 所以各位 我看到這個 九十八回購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想說 那你那家有賣毒品嗎 這成為賣毒品才有九十八回購啊 這怎麼可能呢 賣一般的商品才有九十八回購 所以我一代都明明不能睡 不能睡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我在指教大學講課 講十幾年 對於回購力 都很心悉的 我們已經在追逐這個結果 結果 世間沒有這樣的一個公司 所以如果九十八是真的 他的成功會變成什麼樣子 他的成功就會像神仙一樣 所以像七月總會叫神雕俠里 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不斷在講演你的家 我們也在見證你的家 因為我是七月總監 我們的生活真的就是這樣而已 真的像神仙一樣 成功的樣子達到了究竟圓滿 成功的樣子 成功的樣子 究竟圓滿 也就是說如果把三百六十五行 每個人一個月都賺一百萬 賺兩百萬的這些人 批比 他們的投資 他們的壓力 他們的生活時間 他們的輕鬆度 是絕對美人家每一樣都得第一名的 各位相信 真的是這樣 成功的樣子不是完美 但是三百六十五行裡面 絕對是第一名 我敢跟這樣說 好 所以這個是美人家非常迷人的地方 所以在中國 我在中國演講 我廣州有一個 叫展榮方 他是誰推薦的呢 他是阿里巴巴股東推薦他的 當阿里巴巴股東推薦他的時候 讓展榮方嚇一跳 然後他也感謝主 為什麼 他說如果今天的美的家 不是阿里巴巴集團推薦我 我這一生可能沒有辦法意見美的家 因為他本身是那麼樣的頂尖 那麼樣的成功 可是今天如果 這個有一天 那個 台積電老闆叫什麼 江東人給你推薦美的家 你會不會嚇一跳 嚇一跳啊 你在做美的家 對 你會 也許你完全看不起 看不懂 不想做的美的家 會因為推薦你是張忠謀 你會 哦 我要專注 聽你這樣 所以展榮方就是因為這樣的姻緣 阿里巴巴集團推薦了他 他說我 那展榮方對 然後呢 這個阿里巴巴集團 在成立的那一年 其實有邀展榮方加入阿里巴巴集團 那時候他 展榮方沒有加入這個集團 他就跟他說 阿里巴巴成立 所以我就跟你分享 因為我們兩個是閨蜜 我們講一起成功 很棒 那今年阿里巴巴這麼大的集團 你錯過第一次機會了 沒關係 第二次機會來了 美的家 哦 他這樣 他就講幾多年前 阿里巴巴要成立集團的那一年 他就覺得說 哇 那我要專注 聽一下 專注聽一下 好 那好 他說好 你好好跟我講美的家 都好笑 他就講 那個股東說 其實我不能講得很完整 那我 現在陪你看一個課見 台灣老師 無極深的 世界八大唯一 然後看完我的演講之後呢 那展榮方就開始跟我一樣 睡不著了 開始睡不著了 然後呢 兩個滿有緣的 隔月 我就要到廣州去講演 然後阿里巴巴股東 在講說 我給你一個好消息 我老師下個月就會到廣州來 展榮方就很興奮 他說真的嗎 能不能由我去旅館接老師到會場 那主辦單位說 好 你接老師 所以呢 我就接到我的全國總監 廣州的全國總監 展那個 梁京華老師跟我說 有一個叫展榮方的 剛入會 那他很醜辦理 他說要去會場 這個酒店接老師來會場 他我給你微信你聯繫 我說OK 都好笑嗎 他來接我 那兩個人相見歡樂 因為他年收那麼高 我說哇那你收那麼高 為什麼還要做美樂家 然後他說 哇因為怎樣 他有理想性 他一生有一個理想性 所以看懂美樂家 你就會看出靜音美樂家那一種 生命中的理想性 什麼叫生命中理想性 他一個想法就是說 希望他孩子念高中的時候 能夠全陪他在美國念高中 如果那時候長長工作都沒辦法了 對吧 結果呢 他說愛上了美樂家 他說好 我先用一些年 我把它進行成功 我覺得我的生命理想性 可以實現 然後 他來 酒店接我 我們兩個第一次見面 就上了車 坐到後面 他為了來接我 請了一台寶馬 750的車子 還配司機的那一種 來接我 那我們每個坐後面 到會場 就是半個小時 我們兩個開始聊美樂家 然後他就講 他的生命那麼好 那麼成功 可是還是成功有清鮮 沒有時間 沒有辦法 沒有時間那麼迷人 我就無憑分享 結果半個小時很快就到了 到時候我們兩個人下車 那個司機這個過程 都沒有講一句話 下車跟我們兩個說 我跟你們做美樂家 真的太好笑了 等一下我們下課 再請另外一個司機 我再送老師回酒店 今天就兩個總監了 真的太搞笑了 這是一個事實 OK 那 我要表達的是 95% 你看懂了嗎 那我想在座的老師們 老師們 你可以抽點說 真的嗎 你該抽點誰 說你的報表可以讓我看一下 人家手機都有 外來手機可以拿給你看 看回購力 真的 每個老師都95%以上 這就是美樂家的神奇 美樂家以95%回購力 當他的食物梗 這是太了不起 這也是總裁經營 美樂家的生命的指標 這就是你在總裁的理念在哪裡 完全可以意涵得到 體會得到美樂家的美 好 那所以95%回購力 就可以證明 每個月35點 確實是沒有問題 這兩個很重要 有一本書 它說 一個題目 解決你一輩子的才有問題 一個題目 如果我可以解開這個數學 我一輩子才有都被解決 那個題目就是 95%乘以年隔月35點 等於一輩子不切切 就是這題數學 好 這題目是很美 所以美樂家的美 是在這兩個的結模 它約定夠三模 跟98會夠成功 這兩個的結模 變成美樂家的一個了不起的事業模式 好 這是一個第四 第五 第五是很精彩的這一段 這部電影走到這裡 慢慢進入一個高潮 接下來我跟各位分享 美樂家的適當一多 適當一多 適當一多 這是一個美樂家進入一個高潮 經過了經營用戶到適用到暗月成功 它證明95%會夠暗月並夠成功的模式 你會來到整個看到美樂家的你的生活跟生命 跟價值 生活生命的價值 好 我經營人家跟沒有經營人家 你沒有經營人家 你沒有經營人家 你一定要經營別的東西 那別的東西會在這裡 適當一多 適當一多 是我在經營人家時候的一種體會 適當就是當下 當日 當月 當年 多 多年後 所以我從馬來西亞開始講適當一多 他們就開始去看看江藝恆的那一首 多年後這首歌 我在自己聽江藝恆唱的多年後 這時候我在講適當一多的時候 特地有感情的 我覺得說你江藝那時候唱那麼好 我都沒留意到 是因為我現在投入了感情 適當一多 多年後 好 你看看 如果你做的是開店 當醫生或是賣東西 我們就要做一個生意好了 買賣 或是直銷 等等這樣的生意 他通過一個叫做買賣 所以買也不做買賣 這個叫買賣 銷售好了 就是暫時收入 那每人家 所以適當一多 我在講的這四個重點 叫做收入結構 各位念一下 收入結構 收入結構 超越的每人家 我還沒有看過家的生意 穩定性 收入結構 他怎麼來的 收入怎麼來的 結構是怎麼樣 像一個房子怎麼蓋行 就是結構 收入結構 如果我們今天做一般的銷售 不管你做什麼銷售 開店賣咖啡 賣衣服 都做一個銷售的模式 當下 第一個當下 成交 不成功就不要說了 成交嘛 可是我剛剛就說了 銷售的模式 就是一成功一成交馬上歸零 這是他非常可怕的地方 他其實在原地打算 你不自覺 你不自覺 推石頭上山 石頭鬼加山 明天再推石頭上山 銷售是這模式 好 所以當下 成交其實他馬上歸零 回到原點 這是賣東西 透過時間 一當下來結束 生跟妹同時出現 如果我今天經營的是 美樂加美蘭盧卡 資產收入 如果我當下成交 我推薦一個顧客 成交 他就變成四個字 這四個字很值得各位寫起來 這叫做變成資產 各位念一下 變成資產 他已經化身 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你續定一個用戶 你要把他當作一個房子的態度 去看待他去經營他 所以他搖身一變 變成一個房子收出的模式 你下個月開始 開始收出金了 只要你能夠真正的去落實 在乎關係 你推薦的這個人 包括他們全家的健康生活狀況的話 35點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好 很神奇的 所以呢 這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當下成交這裡歸零 美人家這裡才開始要收錢 可是你這邊已經結束了 這邊才要開始 一個是結束 一個是開始 這兩個的生活 生命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當日 當日多成交 也許你努力啊 今天賣東西賣了三個人 成功 多成交 不管你有多麼多的成交 在今天 其實如果你做的是銷售的工作 今天過去了就結束了 所以每天的Line 你會說又是美好的一天 代表昨天過去了 結束了 歸零了 可是美樂家呢 如果你很努力 今天推薦的三件在當日 叫多成交 不得了啦 它變成六個字了 開始累積資產 各位念一下這六個字 開始累積資產 各位念一下比較有印象 然後我寫字比較來得及 不然你靜靜那邊看我寫字也會睡著 所以叫你念一下很多功能 多功能 跟我們那一名多功能是一樣 OK 你比較有印象我在寫什麼 很多人聽我講四張一歌 我說你來講一遍 我已經講五遍給你聽了 他還是講不出來 可是只有聽嘛 數學會看老師在算 好像很簡單 結果叫你上來黑板算 我剛剛教了那個數學 你算不出來 你沒有完全的接收 沒有完全的理解 第三個當 叫當月 也是多成交 這邊還是零 如果一部車 一個聲音像一部車 往前衝 一直開 你到了站 每一站 傳統的都是零 不管是當下那一刻成交 不管是當日結束 當月結束 但是它是零 做業績 下個月重新開始 對嗎 可是如果美樂家呢 哇 美樂家呢 這個當月 多成交 它已經 又進入了 繼續 繼續 所謂繼續累積資產 繼續就是我上個月總共是實踐 下個月從實踐開始 繼續給基資產 好 第四就是 當年 當年 當年在傳統的工作還是免 像我們已經 2019跟我們說再見了 可是你2019的所有的努力的成果 它也結束了 你今年要從零開始 但是如果美樂家呢 美樂家如果你是資深總監 去年底 上來之深 五百個用戶 你今年從五百個用戶開始 對嗎 這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當年 當年呢 你這裡會進入一個 美樂家真正很吸引的地方 叫做 倍增累積資產 倍增累積資產 多年後 適當一多 多年後 各位沒有想過 做傳統的工作 多年後 我會講多年後 就是 就是不一定多少年 不一定多少年 好 那多年後 即使你做傳統的工作 結束了就結束了 就是零 多年後不做了就是零 可是美樂家多年後 總裁說 如果有一天 你可以在美樂家成功 你整個家族忘記 總要講這句話 如果有一天 什麼叫做 如果有一天 是是什麼意思 一旦 一旦 一旦你在美樂家成功 就是 某年某夜某一天 你成功在美樂家 所以菜行不是唱一首歌嗎 某年某夜 一某一天 好 如果你在美樂家成功 它不得了 美樂家的多年後 多年後 你所奮鬥的 都可以留住它 所以多年後 美樂家最可貴的是 你可以達到 這七個字 這七個字就是我今天演講 最重要的結果 壞美樂家 我們為什麼要經營美樂家 我們為什麼要經營美樂家 如果你跟朋友說 我來這裡可以賺很多錢 我在其他行業可以賺很多錢 可是在美樂家 所有行業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我唯一要做美樂家的目的 所以有人問你 為什麼做美樂家 就是要到達這裡這一站 有七個字我們一起來念一下 累積足夠的資產 七個字我們念一下 累積足夠的資產 我們不斷的累積 不斷的累積 什麼時候可以休息呢 不斷的累積足夠的 你認為足夠的時候 資產 這個資產就是用戶 你累積足夠的用戶 因為足夠多少用戶 你才覺得夠是因人而異 我沒有辦法給你的答案 也許是五百個用戶 也許是一千個用戶 我那時候 我進美樂家 我就知道我一定要上企業 上企業也是我足夠的時間 足夠的 足夠的 當然這絕對不是 我到現在還沒有上企業二的借口 所以我的足夠 我設定在企業中間 足夠的 我覺得這樣夠 這樣夠 一定是夠用 所以足夠的資產 資產後面刮鬍兩個字 就是用戶 足夠的用戶 我們就是很清晰的這樣的一個目標 目標 只要你不放棄 不管任何挫折 你要記得你的目標 然後在哪裡都沒有辦法得到這樣的結果 你就會繼續走下去 好 各位 各位 適當一堆 其實我很多可以講 這個就是代表你的生活 生命動態 你看 阿里巴巴教展榮方 怎麼去講美的家 他說 如果你在講美的家的時候 因為他們推薦都是非常成功的人 非常有錢人 他們都在講美的家 都很重要講下三個字 各位 阿里巴巴的古通 教展榮方怎麼講美的家 才會吸引所有的企業們 或者中小企業們 有錢人 跟他 各樣各樣成功者 想可以 有意願跟他們一起進美的家 這三個字很重要 這一次我在去廣州分享 跟他們學習 他們講給大家 因為他們的對象 可能都是滿成功的對象 所以他們說 交展榮方說 你跟他講 你跟他比一個東西 比 比什麼 誰可以停下來 三個字 誰可以停下來 你現在賣房子 賣直銷的產品 一個月也是賺20萬 賣房子賣什麼賣什麼 開店 你可以停下來嗎 不能嘛 不能嘛 對吧 你不能休息嘛 不要說以後都不做了 停一下就可以 停一下 不能停一下 沒有紅綠燈的 沒有紅綠燈 不能停一下 不能停的 所以 比誰可以停下來 我們兩個一個都賺100萬 我們聽一下 聽一下 所以在8年前 我們去香港推薦 張世輝總經理的時候 他在美照直銷當總經理 結果呢 結果呢 那天他請我跟文希吃飯 然後很不巧 因為他是直銷公司總經理 那天剛好要辦大會 他們請我們去香港最好吃 那個 港市那個 吃一吃 可是他說 真的很不巧 我等一下齁 我7點要趕到會場去 因為今天剛好公司表揚大會 我說好 那我就跟他說 總經理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這一輩子 都要當總經理到死嗎 死嗎 我就問他這個問題 因為他 一生都當總經理了 當過 五家直銷公司的總經理 你一生都要當總經理到死嗎 他眼睛看著我 看著我 然後 回答一句話說 你問到我的心坎底 回答這句話 你問到我的心坎底 因為你看齁 當總經理自己一個人在香港 家人在殺台灣 對吧 好 一跟他回答說 你問到我的心坎底 我說好 我就給他世界爆發唯一的DVD 我說 張龍 如果今天晚上回來 如果你還不累 這個DVD你可以看一下 他說好 他答應我說好 沒有想到 他回來看三遍 看到清晨三點 隔天工夫人說 我要辭職 總經理 我要決定跟你們做美二家 我說你不要那麼衝動 不要那麼衝動 不需要這麼衝動 他馬上回回台灣 他還是領的 可是你看現在張思維總經理 他現在是執行總經理 他現在領的總經理的收入 他是可以再加佩損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 對吧 損到你台灣 你才會成功 而且收入跟以前當總經收入一樣 完全是不一樣的 可以停下來的 所以累積足夠的資產的時候 你會得到三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 一輩子都不切起來 一輩子都不切起來 你這一輩子沒有窮的機會 因為你的錢是從房子收入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講好像沒有講完 就是我們的收入後面寫了四個行字 我突然間那時候白板拆掉 我現在又回想起來 回神 我剛剛要講這個沒有講到 我剛剛用這個引發人 不想要說 不是要讓你看我收入有多少 我看我們的收入結構 美麗家的報表 每個記獎金來下面寫四個行字 第一行字寫的 你下隔月會收入多少 第二行字 你今年總共會收入多少 第三行字寫 你從一月到現在總共收入多少 第四行字 你從加入美麗家到現在收入多少 其實這個四行字 它代表什麼意思 各位 如果你今天做業務 做業務 美麗家是一般的職業 賣東西的模式 公司敢告訴你 你老公會收入多少 你敢告訴你 你今年會收入多少 這怎麼可能呢 不可能 如果他敢給你寫這樣 你就都不要去做 丹丘堅然 你不要去做 為什麼公司敢 因為美麗家 是用資產算出來的獎金 不是用業績 他不是用業績 他不是買賣這個 因為買賣齊齊夫婦 做買賣有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 你有沒有認真做 第二個 認真做有很順利嗎 這兩個題目都要通過 後果的 如果你有事 你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 這樣就麻煩了 如果有很多時間去做 很打命做 沒有順利 沒有順利 這常見的事情 哪有經常會順利 可是沒有這麼厲害 他沒有管理後果的到真正做 他也沒有管理真正做到順利 他就是後果要給你這麼多錢 這到底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開東北那家的地方 而不是拿著報表說 你看我上次收一百萬 你要不要領一百萬 所以有夥伴跟我說 老師你的報表借我一下 你幹嘛 我現在推薦一個收一百萬 你一定要借你的報表 壓死他 我說壓你的頭 壓死他 外面比我賺的錢多了還多的事呢 我說你的報表就可以壓死他了 我說我上次才領一萬二 怎麼壓死他 我跟他壓死才對 我說臭臭臭臭臭 你要讓他看到的是收入結構 不是收入多少 你了解嗎 真的 各位 每天只要我另外形容你就知道 為什麼敢公司敢跟你講 你下個月收入多少 今年收入多少 因為他是用用戶算出來的 他是你看你現在多少用戶 幾個用戶 一個用戶用多少點 你現在平均點出多少 他就知道你下個月會領多少 那整年是你每隔夜的成長弧度 下滑弧度 算起來 我今年就跟你預估了 這就是大數據而已 但是後面背書的是什麼 每一個用戶都是一個房子 不是業績 業績高高低低低低低 抓不住抓不懂的 那個是幻昧的東西 不存在的東西 就像做夢 哇 昨天晚上做夢 哇 裡面有人有物要打架 還有鬼要抓你 還要殺你 還有山有何有 要大喘 請問 那夢境從哪裡來的 從這裡來的 它完全從意識來的 離開意識 這邊是空 如果沒有意識 這個空 所以這個是幻昧的 這裡才是真的 這個是幻昧的 業績也是一樣 業績是你的身體去拼來的 沒有這是幻昧的 各位 對 就看多美人家 所以看多美人家 你一定會抓狂 看多美人家 你一定會睡不著 看不懂你一定會睡不醒 很大很大的差別 所以你今天晚上 如果回去睡不著 恭喜你 這代表你看懂了 這是變成億萬富翁的前兆 來恭喜自己 不過今天很好睡 也不太好的事情 聽不懂嗎 聽不懂嗎 聽不懂 累積足夠了資產 你會得到三個結果 我們慢慢進入高潮 也進入尾聲 玩截篇 第一個結果是 一輩子不接錢 第二個結果是 整個家屬亂起來 那年兵死了二十年 但是他沒有孩子 所以他給他哥哥繼承 各位 真的 有一句話 各位注意聽 你上總商的那一天 你上總母的那一天 你上智慎的那一天 就等於你兒子 你女兒上智慎的那一天 你上妻的那一天 就是你女兒 兒子上妻的那一天 真的 如果你有這份想法 跟心態 我跟你講 你一定可以把它做成 我們當父母的這麼拼 他都是為了兒女的 那你這麼拼 為了兒女 你會確保你兒女 真的會因為你這麼拼 你被不接血嗎 很多問號 很多不確定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女人家建成功了 你的成功等於兒女成功 因為他會繼承你的用戶 就代表確保你的成功 所以如果孩子還小 你不能那麼多時間陪他 尤其在晚上 你會跟他講說 媽媽我已經在拼了 我上資深等你 你上資深 這樣女兒都聽懂了 會趕你出去做女生 所以媽媽你不用在家陪我 不用不用 趕快去拼 我等你三隻深 真的 這是真話 這是給他的 對 所以整個家族忘記了 第三個呢 就是享有權光位的富足人生 享有權光富足人生 我跟各位說 你在適當益多的這邊 你在這邊成功 那樣子是什麼 樣子這是切線的 什麼切線 有錢沒有時間 有錢沒有身體健康 因為你壓力太大了 太忙碌了 對 因為你在這裡成功 你各位看 適當益多 我讓各位看到整個生活 看到跟美麗加的生活 哪裡不同 對嗎 他不是究竟圓滿 美麗加是究竟圓滿 什麼都具足 一樣都不缺 你要的通通在這裡 只要你把美麗加這件事情 做成功就好 所以這一生就專注美麗加 把它做成功了 你要的通通都有 台灣因為選舉 流行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意思 有人窮的剩下錢而已 這件事很有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做一個工作 很成功很重 可是身體也沒有的 壞掉了 因為太忙 壓力太大 然後身體很不好 然後家也沒有時間賠 其他的等等 其實你真的是窮的剩下錢而已 那你還有什麼 你們沒有嗎 那我們真的不是要這樣的 你開始要拼人那天 不是要這樣的結果 所以這有很大的重點 然後這兩個對比 這兩個對比 其實我以前講過很多的經句 經典語句 經句 現在美麗加中國大學 他們的塔院長會用這個經句 我說你看 我十五年前推薦 南山人獸經理王奇印 因為他跟我從小長大 想他是一個經典 我是從經營美麗加 推薦美麗加的過程 我體會體悟到 所以我推薦他 他當然沒有看懂 沒有跟我來做 然後我就跟他說 他那時候是南山人獸經理 我說我要走了 他住台南 我是台南長大 我現在住台中 我說我要回台中了 那兩個是因為很好的兄弟 我說我要走了 好 那時候再回來 我說不一定什麼時候再回來 但是我現在要你寫一段話 那什麼話 我念 你寫 我說 我看著那 你看著寫 他叫王奇印 我說 我王奇印 為何做南山人獸保險經理十年 只為了意見美麗加 他自己寫 自己在笑 笑倒在地上 指著我說 你這美麗加就要啼笑 他說王奇印 這南山人獸十年 只為了意見美麗加 哈哈大笑 我說沒關係 沒關係 趕快壓日期 趕快壓日期 2002年 壓日期 壓一壓 幾年幾夜幾日 這樣壓日期 我就離開了台南 回到台中 各位 注意喔 這故事都那麼美妙啊 七年後 他跟我做美樂家 七年後 就在那七年 有一點要過年 就像現在農曆年 因為我農曆年 已經回台南過年 爸媽在那邊 他就打一通電話給我說 你當時會當年過年 我問 怎麼事 你早一點 早一天回來 好好跟我講美樂家 我說真的嗎 我也很興奮啊 因為我知道 他來做一定是自己 因為他做的事情很認真 很孝順 我都很懂得他 所以我就跟他 好好講美樂家 他怎麼都來做 做了當然就 很快就上了知情總結 所以如果像江的演講 如果他要在現場 我就大聲問他說 好 陳老師 你為何來做美樂家 你為何去做南山人獸經理十年 他就很大聲說 只為了意見美樂家 各位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這不是一句激勵的花 不是啊 不是說我給你激勵 這是美樂家 這是一個事實 你注意看喔 做南山人獸 所有留下來的顧客 不錯的都是公司的 這釣魚 魚不能帶回去 但是呢 美樂家 這全部是可以留住的 可以留住的 所以變成你這兩個去對比 就發現什麼 這好像是一場練習啊 是不是 這好像是一場練習 這個是十八棟 所以 所有人的努力 只為了有一天 能夠意見美樂家 美樂家最可貴的 這四個字 叫成功留住 這四個字 是美樂家最可貴的 你所打下來江山 他會留住 那時候我在演講的時候 我一直在找這個比例 讓聽眾有個畫面 後來我就找到一個 畫風箏的畫面 各位 風箏在地上 你要畫風箏 就是把風箏灰得很高 可是你要很跑 跑跑跑跑 很努力地跑 風箏慢慢會飛起來 可是注意喔 風箏灰得過高的時候 我們這裡累積足夠的資產 當風箏灰得過高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不用再繼續跑耶 可是風箏沒有掉下來耶 這就是這個留住成功 你的成功是跑跑跑跑 跑到有一天 它成功的時候 你不用再跑 成功還在那邊 就留住成功 那時候我就為了演講 用想給聽眾一個畫面 因為畫面比較容易深刻的記住 深刻的記住 就像這個聲音 好 所以我就講了第二句話說 你看喔 這個瞬間就歸領著 叫做 暫時收入不用太認真 持續收入分秒必增 所以過年快到什麼 如果你不用去買春年 自己寫 自己寫 暫時收入不用太認真 持續收入分秒必增 上面橫批真正的持續收入 有什麼好處 過年人來拜你 你的推薦了 他說 欸啊 你這瞬間是什麼意思啊 說來來來 我來給你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你看 你就有話題了嘛 你的春年大了 就說 哇 你大了 你不敢拍過這種的呢 你解釋一下我解釋一下 就很有意思了 說這個就可以過了 你就可以推薦 好 從第五走到今天的這部電影 第六 多一個完結篇 完結篇是多麼的美啊 各位 聽我講六時候 都會想會陶醉 要陶醉 每個家成功的樣子 圓滿究竟世界第一 沒有比這個更成功的樣子 比他更好的 所以我相信 每一個人都會夢想 渴望 我真的有一天 能在你那家成就 真的 第六是今天演講裡面 最美的 我還沒有寫著自己 很興奮 真的很興奮 趕快老師寫 我要得到這個 你說的今天 這部電影的完結篇 最美的 各位 如果有一天 你可以累積足夠的資產 得到這個樣子 我跟你講 你真的會 半夜睡一睡 請笑一下再睡 爽不得了 有時候會覺得說 那怎麼會那麼福報那麼大 何德何能意見 你在家把它做成功 講到這個 我老婆在這裡 有一天半夜三點鐘 我被我老婆叫醒 半夜三點喔 把電燈打開 老公你起來一下 誒 各位如果是 你會不會嚇一跳 我告訴你 什麼事情啊 我第一天問就說 現在怎麼樣 三點 什麼事情啊 什麼事情啊 這個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他跟我說 你看我的皮膚這麼漂亮 不能說假話 他只本來在這裡 忘了夠啊 這個事情 明明要睡覺才說得好 你什麼現在要說 他說我沒有對象分享的難過 只有你在這裡吃 你幫你照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 他每天瞬間 都會喝一瓶膠原蛋白 那一天晚上 他就不知道怎麼樣 不知道怎麼樣 他冷冷管 那是因為三點 他起來尿尿 因為廁所的燈 跟我們房的燈是不一樣 他當然廁所要打開燈 上廁所 他就做點夭壽 哎呦 變這麼漂亮 那一瓶沒有人分享也難過 他把一個臥室的登台 還給我嚇一跳 我嚇一跳 所以真的 你今天回去試兩瓶屋 這樣當然是很棒 很棒 所以第六呢 是一個完結篇 我要講這個時候 就是很興奮 這個電影這麼美 美到不行 你還不行 第六就是 你一定會在這裡成功 為什麼 不是記憶的話 我再講一遍 不是記憶的話 是一個事實 因為有四三個字 會累積 你一定會在這裡成功 是因為 會累積 所以我們過年到 我沒有什麼可以送你 我送你這個湯 累積湯 比雞湯 比雞湯喝一百倍 這個湯頭 這個湯頭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這個湯頭 到底可以治什麼病 治百病 第一個 有人有一種病 叫做賺錢能力不足的病 如何證明他賺錢能力不足 二十種頭路 都沒什麼賺錢 不要說完 不要說完 是因為你有太悲 這個賺錢能力不足的病 沒有醫 每人家有一天要把這個病醫好 在上邊都要去拿湯頭 累積湯 累積湯可以治療 因為你為什麼一直做那麼大錢 因為你能力差 可是你偏偏做的都是歸零的 每個都歸零的 因為你電腦沒有 還做到這種 每個都歸零 你如果做了這種累積的 我告訴你 雖然能力那麼差 有一天你會變得很強大 一顆樹 一個用物 兩個用物 三個用物 五四個用物 五個用物 真的 你會變得很強大 是因為這一湯頭 累積湯 記住 只有這裡會累積 我告訴你 累積是95% 成你定期定額 這兩個 要同時存在 它才會產生這一湯 累積湯 所以累積湯有三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 你一定會成功 因為它會治療你能力不足的病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能力很差 真的不要亂走 對啦 小朋友要帶來的家 就是上帝對你最好的選擇 你黑白照 因為能力那麼差 不要黑白照 照男哥能力好 還有話說 但如果能力好的 我希望他不要黑白照 能力好他做什麼都會成功 因為他比別的地方成功 都是很忙碌的那一種 那種生活 為什麼這一種他不要呢 我沒有看懂 如果你年紀很大的 你更不要亂跑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要不做 你那時候要不做 你怎麼會不走 你不就趕快來這麼累積 趕快喝這湯 叫累積湯 我怎麼會不走 這次不會又不走 真心話 所以累積第一個 所以累積的時候 我講的詳細的時候 講了三個重點 第一個 什麼是累積 第二個 為什麼會累積 第三個講 累積會變成怎樣 第一個 你一定會成功 十萬年而已 時間的問題 人家快我們辦沒關係 一定會夠 問題是你這種能力 跟努力在外面 在別的地方很難成就 第二個 一年比一年好過 你的用戶會一年比一年增加多 只要你努力不懈 憑著累積足夠資產的目標 你會一年比一年累積足夠的資產 所以你後能每一年的時候 所以你後能每一年的時候 包給爸爸媽媽的紅包都可以增加 但是你很辛苦 你包結錢 爸爸媽媽不是說 你很厲害 爸爸媽媽要很快樂 你包結錢 代表什麼 代表你成功 讓爸爸媽媽對你放心 孝順是一個 成功是一個孝順的行為 最大的成功就是你優好 優好就是你成功 爸爸媽媽對你放心 要對他看出來你放心 錢包我大包 你今天包10萬好他 你不用說 哇 哇 哇 對不對 很棒 所以這是很棒 一年比一年 有錢 最後呢 到達一個叫 醫療用意 醫療用意 就是累積足夠資產的時候 你就放3萬 像神仙這樣 就像我現在 雖然到處演講 但是呢 不一定說自己可以獲得多少 不一定 現在是我們都會剝析 分享 造福 全世界這樣走 這樣走 這樣分享 剛才進來的時候 有一個人要跟我照相 我說 你自己看我youtube 被引發 這是覺得很感激 我在youtube上的演講 其實youtube的每一個演講 沒有一個是我弄上去的 因為我不會弄那個 可是你會聽不完 就是別人弄上去 也許今天有人弄一弄 等一下都弄上去了 這個樂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分享 我們現在可以真的去幫到很多人 用很多人的需要 所以呢 今天非常開心 這是我今天在長沙 所有的版本 一次不落 從1到6 1到6的版本 我覺得它非常完整 我覺得這個版本 是我練了20年 所以你今天如果第一次聽完 等於增加20年的功力 我講人20年沒了這樣 今天是一個非常好的版本 非常清晰透色版本 所以我祝2020 愛你和你這一年 各位聽了第一場 跟我有緣分 我希望透過今天的分享 你今年今年聽了 都很順利 發大賽 好不好 好 最後呢 跟你隔屁我個手 幸好你今天有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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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